你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每日一起读书,喜欢的朋友点击强烈推荐一下,本期为你解读的是钱穆先生的秦汉史,他在这本书中运用文化史观,认为秦汉王朝的兴衰在于激烈的文化冲突与思想冲突,对于钱穆先生,估计大家都耳熟能详,他是20世纪中国的学术泰斗,被学界誉为一代宗师。 历史学家顾邪刚称赞钱穆是国史界第一人,同样为史学大家的严根旺先生,江吕思勉,陈元,陈吟克,钱穆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家,称钱穆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个纯儒。 举个例子,当年钱穆在北大讲授历史的时候,破了一项记录,什么记录呢? 过去北大讲中国通史课程,都是几个人合作,每人只讲一个朝代或几个朝代,而钱穆则是一个人把整个中国通史全讲了。 更难能可贵的是,讲每个朝代都参考那个时代的人的意见,然后做出评论。 另外,钱穆虽然讲的是历史,但是却能对当下人们关心的国家前途问题做出解答,据说就连大学里的教授、系主任也常站在教室外偷听钱穆怎么讲课。 钱穆研究历史,坚持的是一种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史观。 什么是文化史观呢? 就是他认为,影响历史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既不是政治,也不是经济,而是文化。 钱穆认为,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、经济运作背后都存在一个思想观念, 这个思想观念超出政治势力之上,不仅不受政治的制约,而且还常常负有指导政治的责任。 进一步说,思想、学术和政治三者有这样的关系,学术思想领导政治,政府由学术界组成,政治改革必定存在学术背景。 钱先生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中就说,中国历史的传统理想就是由政治领导社会,由学术领导政治,而学术往往从社会下层兴起,并不受政府的控制。 因此,这样一上一下循环推动,使得中国历史稳步向前发展。 这本《秦汉史》是钱穆文化史观的代表作之一。 虽然书名叫《秦汉史》,但内容是从秦朝统一讲到王莽的新政,整个东汉的历史并没有涉及,所以只能算是半部秦汉史。 这本书原本是钱穆1931年在北大史学系讲课的讲义,当时课程讲了一年,讲义并没有编完。 再后来,钱穆把讲义弄丢了,等到20年后他在别人手里重新看到这部讲义时,基本已成天地间唯一的古本了。 钱穆先生感慨万千,不胜唏嘘,作为纪念就出版了。 钱穆先生在序言中说,这本书只是一本上课用的讲义,是为了讲课方便而写,读者读了后,会对秦汉史有个大概了解,然后必须还要去读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,只有这样才算懂了秦汉。 若想偷懒,以为读了这本秦汉史就懂了秦汉,那可是大错特错。 好了,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,那么下面,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。 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了解钱穆对于秦汉历史的观点。 首先,我们从文化冲突的角度,来重新认识秦朝从强大到灭亡的过程。 接着,我们要分析一个重要的问题,那就是为什么汉武帝和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,两位帝王的结局却迥然不同。 第三,进入汉代之后,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,那么当时的儒生是如何利用学术来影响政治的? 第一部分 好了,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,从文化冲突的角度,来重新认识秦从强大到灭亡的过程。 首先,是由于自身文化落后的现实,才刺激秦的开放,引进人才,不断强大。 春秋时期,秦位于中国最西边,相当于今天的陕西东南部。 秦最初只是周王室的一个附庸小国,因为先祖给周王室养马有功,所以被封在一个叫秦义的地方。 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资源都没什么优势,文化也很落后。 怎么落后呢? 举个例子,商样变法前,秦存在这样的习俗,父子、兄弟、婆婆、媳妇等一大家子睡同一个屋子。 当然,这可能是严习游牧时代以一个账目为一家的做法,但是这显然既不合乎理智,也对健康有害。 所以,商样变法就专门规定禁止大家族聚居,而且规定一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,要分家立业,单门独户过日子,否则要加收一倍的人口睡。 秦国在文化上的落后,导致中原和东方各国都对秦充满着鄙视, 每逢参加中原国际会议,秦也常常遭到轻视和侮辱,把他们看作遗敌,也就是没文化的边缘民族。 比如我们在中学课本上学习的,令向如初始秦,直接批评秦自从穆宫以来就没有什么纪律和信用, 在免持之会,还强迫秦国君主基否,也就是敲打小瓦盆来侮辱他。 可见当时东方各国在文化上是怎样轻视秦国。 正是落后刺激了秦的开放,秦大力引进东方人才,学习东方先进经验,逐步强盛起来,甚至灭掉了六国,统一了天下。 其次,秦的强大,离不开对东方文化的模仿。 秦为了改变落后面貌,就得发展和强大,而这离不开人才。 而他自己本身缺乏人才,只能引进,引进的都是什么人呢? 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来自东方各国的游士,所谓游士,也就是到处流动游走的知识分子。 钱穆认为,这些来到秦国的游士,大多热心于功名利禄,加上对故土文化不满,比如自己的思想主张得不到采纳,于是就寻找别的出路,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报复。 秦国因为落后,没有什么历史文化的包袱,反而更容易试验各种新的主张,新的改革。 相反在东方各国,变法就比较难,比如魏国丞相李亏,他的改革主张实行得并不彻底。 又如无起,在楚道王当政时实行改革,楚国由此强盛,可是楚道王去世后,无起变法遭到楚国就贵族的强烈反对,以失败告终。 可以说,秦的落后,反而给这些来自东方的不受重用的人才得到了伸展志向的舞台。 在这些人才中,比较有名的有商样、张仪、范居、李斯等。 这些来自东方的人才,自然也就把东方的文化和发展经验带到了秦。 比如商样,本来是魏人,他的变法思想主要来自李亏,李亏曾经在魏国实行变法而使魏国强大起来,商样变法很多举措就是模仿魏国的李亏变法。 换句话说,秦的变法很多是东方魏国的先进经验,像废除贵族世袭,实行限制,还有废景田,开迁墨,鼓励人民自由开垦,自由耕种等等。 这些措施其实在禁国,楚国早就推行过了。 在此,秦始终为完成思想上的统一,并未实现真正的文化融合。 秦与原来东方各国文化之间存在鄙视和极度心理,为秦的灭亡埋下文化上的隐患。 秦引进东方人才,学习东方的文化,目的只有一个,尽快使国家富强起来。 比如,商样变法,目的很明确,就像钱穆先生说的,就是为了破除旧封建贵族制度的束缚,着力于新军国的建设,建设一个军事强国。 秦国自从商样变法之后,以法治国,讲究法治。 秦先生认为,秦的富强,主要是因为法治,而法治的成绩主要是秦国中来自三晋的人士的功劳。 战国时代,虽然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,但是就文化而言,在当时的华北地区,主要分为两种文化,一是齐鲁文化,二是三晋文化。 齐鲁文化受儒家和墨家影响最大,孔子墨子都是鲁国人,受这两家影响, 齐鲁的学风,多数是崇尚文化,重视历史,而且不仅仅追求国家经济上的富强,而且更重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,希望整个社会的改进,重视文化,重视教育。 三晋文化主要受到法家以及兵家、纵横家影响,比如像这几家的代表人物里克、武企、商样、身不害、张仪等多数是三晋地区的人。 三晋文化更重视现实,更崇尚权力,追求的就是富国强兵,所以重视军事、经济。 秦引进东方文化,但是没有好好消化,仅仅看作是一个课题,并没有实现文化的融合,更没有实现文化思想的真正统一,这也是造成秦灭亡的重要因素。 东方人才的引进,东方文化的相应代入,这样就使得秦境内存在着两种文化,一种是秦的本土文化,一种就是东方文化这种外来文化。 两种文化并存,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思想上和利益上的冲突。 比如秦丞相吕不韦曾经大规模引进东方学术思想,他养了三千十克,并下令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来,最后就汇集而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书旅式春秋。 可是,书里经常会出现秦氏甚至鄙视秦国的字眼,说秦氏众者抱寡,以兵相残,是民无走,亡者废矣,暴君性矣,民绝妄矣,这直接讽刺秦政是以武力逞强于一时,根本不得人心。 东方门客对秦轻视傲慢,而秦对东方文化则始终有摆脱不掉的极度心理。 比如,韩非被杀,我们一般历史记载是韩非是被李斯进缠烟而杀害的,钱先生则认为,这也不得不认为是政见上的不同,韩非为韩国着想,保存韩国不被秦国所灭,李斯则是为了秦国着想,可以说李斯是为秦国而杀韩非。 秦朝廷杀韩非主要是因为韩非最后肯定不会为秦服务,可是秦要统一天下,韩非就会成为隐患,不如杀了他,以绝后患。 秦始皇杀韩非与开始喜欢韩非的学说,其实是同一种心理。 喜欢韩非主张中央集权,有肃杀之气,以利为师,以法为骄,并将此作为国家指导思想,非常符合秦始皇的心意。 之后杀他,则是因为既然这个人不能为我所用,而且可能将来会成为祸害,所以就不惜杀了他。 这是什么心理呢? 就是把东方文化以及学者才能看作是一个工具而已,用得着就拿在手里,没用了,如果可能对我有害,那就毁灭而不可惜。 秦统一天下后,学者人才都汇集到异国,相互间冲突表现得十分明显。 比如有人就赞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好,批评秦的制度建设,这种意见大多出自齐国的学者口中。 李斯认为这些人是以骨飞金,扰乱舆论,为了杜绝这种现象,提出了焚书的建议。 焚书当然不是焚烧所有的书,而是私人收藏的诗书等典籍,避免搞思学,以骨飞金,用历史反对现实。 后来又发生坑儒事件,就是处死私下诽谤秦始皇的方式和儒生460多人。 秦始皇的本意当然是统一舆论,维护皇帝权威,可惜手段粗暴,遭到后来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批评。 同时为了统一思想,秦规定以法为教,以利为师,就是说,人民必须把当代法令文件当成教材, 那么对于法令文件有什么不明白的,那就问政府官吏,向他们请教。 这样做的实质就是把法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,把法令当作统治者的意志。 另外,秦统一后,建宫殿,修长城,实行种种暴政,法律严苛,把原来东方各国当成战败的奴隶,动不动就鞭打刑法。 劳役兵役太重,使得民力枯竭,人民不堪重负,终于举起反叛的旗帜,推翻了秦的统治。 好了,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,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,重新认识秦从强大到灭亡的过程。 秦因为文化落后而遭到东方各国的鄙视,受此刺激,国家开放引进人才。 在秦成名的多是来自三晋地区的人才,讲究实际,崇尚权力,追求功力,秦的强大,多是学习东方先进经验进行变法的结果。 但是,秦统一天下后,境内并存各种文化,冲突不可避免。 因为国家意识形态,指导思想问题,引发了焚书坑儒事件,让秦饱受骂名。 东方各国始终对秦文化表现出鄙视态度,秦则始终对东方文化和人才存在着摆脱不掉的极度心理,把它们视为客体,始终未能真正地融合吸收,只是作为一种可用可扔的工具。 对于归入秦统一版图的东方各国人民,看成是战败的俘虏和奴隶,实行暴政,最终被推翻。 可以说,秦游强盛到灭亡,文化元素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。 第二部分 秦朝灭亡后,接下来的是汉朝,到了武帝时期,达到全盛。 我们常常说秦皇汉武,比较秦始皇和汉武帝,会发现两人有不少相似之处,一个结束战国250年的分裂局面,建立了统一帝国,一个北极匈奴,南吞百岳,开创汉武盛事。 可是,两人的结局却大不相同,大秦帝国二世而亡,汉代却成果辉煌。 汉武帝为什么能开创盛世? 钱穆先生认为,汉武帝一切举动,都在于一种击骨之谣情,考察古代,学习古代的高远的情怀。 用今天话说就是,向古代致敬,向古代下商周三代致敬,也就是他成功地运用了学术思想来为统治服务,成功地确立了一套指导思想。 那么,汉武帝确立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呢?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我们先看看汉武帝之前的指导思想是怎样的。 从汉初到文景两帝时,指导思想是皇老之学。 皇子皇帝,老子老子,主张君主无为而至,对于老百姓尽量不加干涉,任其自然发展。 这和经过秦末战乱,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条件十分相符。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,国家走向强盛,仓库中的粮食储备已经堆积如山,连串铜钱的绳子都朽烂了,皇老之学不再合适。 钱先生认为,皇老学说,适合于社会衰落时期,这时就像身体生病,需要吃药来调理,但是到了盛世,身体康复,就得吃菜吃肉来滋补加强营养了,这时再靠吃药就不行了。 这个时候,社会就需要礼乐教化,这就是汉武时期儒生们喜欢高谈三代先王美德的原因,因为这正是盛世所需要的东西。 所以,汉武帝的指导思想就是法先王。 这里我插播一下,关于法先王和法后王的问题。 这是古代两种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,或者说叫做建设国家的路线。 法先王这一派以儒家为代表,主张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和制度,具体来说就是以古代的圣人瑶、顺、文、武为榜样,以下商周三代为理想的时代。 而另一派,法后王,是以荀子、韩非、李斯为代表,他们主张学习当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和制度,因实质疑。 值得说的是,李斯正是拥护法后王的观点,认为当时那些喜欢谈论上古三代的儒生是愚儒, 记录先王思想的诗书里《乐意》、《春秋》等书则应该焚毁,于是就有了焚书的建议。 汉武帝时期,一方面要改变汉初无为而至这种过时的指导思想,另一方面要确立与秦不同的国家指导思想。 秦既然是法后王,那我大汉朝就法先王,把姚顺宇和夏商周三代作为榜样,复兴古学,从头开始,讲究礼乐教化。 汉武帝是如何确立统一的指导思想的呢? 他主要做了三件事。 首先,建立中朝,形成了自己的亲信集团和秘书班子。 所谓中朝,也叫内朝,就是由一些高级侍从,比如侍中、给侍中,组成功内决策班子。 而外朝,就是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机构。 汉武帝建立中朝,那就削弱了项权,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,外朝沦为执行一般政务的行政机构,形成了内朝与外朝对立。 武帝外朝立了博士官,尊重经术,多是研究经学专家,而内朝用的多是些文学人才。 这是汉武帝能够前纲独断,独揽大权的重要原因。 内朝重视文学,那时的文学体材主要是词妇,而词妇一大特点就是夸张,正好符合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,为鼓吹汉武帝的雄才伟劣,开疆拓土大肆服务。 而外朝就用相对严肃的研究,从经学典籍中寻找学术上的依据。 其次,广泛吸纳人才,培养中央的思想学术力量。 汉武帝是怎么做的呢? 这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学术形式。 一是地方学术,一是朝廷学术。 我们先看地方上的学术情况。 钱穆先生认为,地方学术也就是王国的学术比较兴盛, 主要是各国诸侯王重视文学人才。 比如,楚元王对木生、白生、申公等人才非常敬重, 曹参在汉会帝时是齐国丞相,召集长老学者数百人。 最明显的就是吴王刘碧招纳四方游士, 齐国人邹阳、吴国人炎记、梅成等都去了吴王那里做官, 都因为文词辩论而著名。 即使后来七国之乱,吴王落败, 王国的宾客文学之风仍然兴盛。 而朝廷学术,从刘邦到文帝景帝, 其学术本色一直保持的是质朴本色。 王国的学术以河坚和淮南最为著名, 他们很受人们的欢迎,学习效仿者众多, 结果河坚县王和淮南王的声誉竟然超过了朝廷, 这就引起了武帝的嫉妒。 后来,河坚县王和淮南王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获罪, 他们手下的那些人才都被收编到了中央。 地方人才收纳中央,改变了朝廷的学术风格, 更为适合汉武帝的要求。 最后,霸处百家,独尊儒术, 从此确立了不同于秦的国家指导思想, 实现了思想的真正统一。 关于霸处百家独尊儒术,过去我们教科书上讲的, 强调的是汉武帝实行思想专制, 人们只能学习儒家学说,其他学说一律禁止。 其实,独尊儒术是事实, 但是禁绝其他学说则不然。 只是儒家学说是官方认定的学说, 研究好了可以做官, 至于其他学说,民间学习私下研究, 各随其变, 只是不能拿来作为当官的敲门砖而已。 另外,独尊儒术, 看重的并非只是儒家学说, 而是儒生所一直研究的这些学问, 代表的是古代先王的智慧。 其实,除了统一思想之外, 还另有原因, 那就是汉武帝要改变秦朝法后王的指导思想, 从而走法先王的路线。 而先王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诗经、 上书等经学典籍和六译中, 六译是六种技能, 礼仪、音乐、射箭、驾车、书法、计算。 于是,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, 这个博士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博士这样的学位, 那时的博士是一种官职, 其实就是把五经确立为官方学问, 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法先王。 说白了, 尊儒的背后是复古, 成功地实现了思想的统一。 正如历史学家顾邪刚先生说, 秦始皇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, 他的手段是刑罚的才智, 和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, 他的手段是利路的诱引。 结果,始皇失败了, 武帝成功了。 好了,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, 汉武帝与秦始皇所作所为如出一辙, 结局却迥然不同, 汉武帝开创盛世, 背后的指导思想就是法先王。 汉武帝通过一系列措施, 改变了汉初遵守皇老之道, 无为而至的保守思想, 同时通过罢处百家, 独尊儒术, 设立五经博士, 将研究儒学和做官联系起来, 成功地实现了思想的统一。 第三部分, 我们常说, 百无一用是书生, 可是自从汉武帝罢处百家, 独尊儒术, 儒生的地位越来越高, 精通儒家经典, 就打开了升官, 参与朝政的大门。 于是儒生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。 这种影响大到不仅影响三宫的任免, 甚至影响到了皇帝的费力。 这里所谓三宫, 就是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, 是中央的最高职位。 那么, 接下来我们开始讲述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, 汉代儒生是如何影响政治的。 主要是谈论灾疫, 即议论异常的自然灾害或自然现象来影响政治, 甚至让皇帝主动让位, 其次是谈论礼仪规范来影响政治。 首先, 儒生通过谈论异常气象来影响政治。 你可能会问, 天气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呢? 古人相信, 天上的神仙管着人间的事情, 可是神仙不会说话, 也没有一个形象, 我们怎么知道它的存在呢? 他们想, 天上的日月星辰是我们能看见的, 它们的变动应该就是神仙们的意思吧? 于是, 天文现象就当作神仙对人间的表示, 天有灾祸, 那就是上天对人的警示。 董仲书精通春秋, 融合了阴阳学说, 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。 天人感应里的人不是指一般人, 而是特指天子, 也就是皇帝。 董仲书认为, 人均接受天命, 进行统治, 君主做了不好的事情, 上天就要警告, 如果不改正, 上天就会使他丧命亡国, 君主做了好事, 上天就会降下吉祥征兆, 国家就会太平。 董仲书提出, 这种从天文学来推测人事变化的学说, 主要目的是为了威慑君主, 防止君主失德。 上天发出警告, 那就得给上天一个交代, 找出责任人。 当时普遍认为, 三公职责之一事调和阴阳, 而灾疫出现,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阴阳失调, 是三公的失职, 要么降低薪水, 要么辞职甚至自杀来谢罪。 结果在当时, 常常因为异常气象导致朝廷人事的变化。 比如原地时, 春天夏霜, 夏天寒冷, 太阳发青而无光, 于是丞相于定国就把自己的侯印上交, 自动辞职。 薛轩做成相后, 正好发生允星和日食, 这在当时可是被看作典型的灾疫, 成帝就给他一个册书, 说, 多次出现灾疫, 秋天收成也不好, 这都是因为你做了宰相的原因。 快些把印寿解了吧, 快辞职吧。 灾疫说的继续发展, 就是不仅使三公免职, 还可使天子退位。 如果灾疫频繁出现, 那是上天严重警告, 这时天子应该做的事就是退位, 让贤。 钱先生认为, 这是不得了的见识, 因为占主流的思想是帝王一姓万事, 代代相传, 而择贤善让思想明显是跟这个思想畅反调。 有很多人讥讽汉儒, 认为他们没有什么高深的思想见识, 其实, 这种通过谈论灾疫, 推论道, 让天子择贤善让的思想, 是汉儒的高明之处, 他们是通过天的名义, 来发出自己的声音。 不仅通过说明灾疫来, 发出自己的声音, 这时, 儒生还用武德学说来论证汉代的气韵。 所谓武德学说, 就是把传统的五行学说融入到了朝代更替的历史规律中, 认为每一个朝代都有着自己的德性,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属相一样, 朝代的更替都遵循着武行相生相克的规律。 汉武帝后期, 由于前期的四方征伐, 劳民伤财, 加上增加科捐杂税, 人民怨声载道。 这时, 儒生们论证认为汉代气数已尽, 已经结束, 该有新寿命的天子起来了。 比如, 据汉书记载, 汉昭帝元凤三年, 也就是公元前78年, 泰山下一块一丈五尺长的大石头突然自己站了起来, 上林院中一棵本来卧在地上的枯死的柳树也自己站了起来, 于是, 有一位春秋学家推演认为, 石头和柳树象征下层平民, 而泰山可是帝王寿命风扇的地方, 可见将有新天子从匹夫中崛起, 汉帝应该立即寻找闲人, 把地位让给他。 再比如说, 王莽上台就响应了有段时间流行的汉代国运不能延续, 刘家应该退位的说法。 从西汉中期开始, 儒者认为没有什么万世一统的王朝, 天命轮流转, 有德者才能获得。 这个说法最早来自董仲书。 后来, 有人说得更为严重, 说汉德已衰, 皇帝应该必未让贤。 王莽政权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。 随着王莽的威望越来越高, 开始有人把王莽看成是新圣人的象征, 于是出现各种歌功颂德, 各地还时不时出现祥瑞, 预照圣人在世。 巧的是, 这些祥瑞正是出现在王莽重新为大司马的时候。 终于, 王莽戴上了王冠, 定国号为新。 其次, 儒生通过谈论理智来影响政治。 如果说议论灾疫寿命, 是为了警示, 与之相似的谈论理智, 提倡李悦, 则是为了对上天表示感谢。 李悦在不同时期, 表现出不同的特点。 汉武帝时期的李悦讲究排场, 极为铺张。 昭帝, 宣帝时期重视李悦是为了安抚百姓, 李悦的目的在于约束人们的不当行为。 而到了原帝和成帝时期, 李悦制度改革, 儒生依据古代经典, 开始讲究道义, 注重民间习俗的改革。 着眼于民间, 与汉武帝时期针对上天有所不同, 儒生通过强调李悦的不同作用, 而影响政治。 说到这儿, 本期的内容就介绍得差不多了。 下面, 来简单总结一下本期为你分享的内容。 第一, 介绍了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, 重新认识秦从强大到灭亡的过程。 秦因为偏居西部, 文化远远落后于东方国家, 东方人才被大量引入, 商量借助东方国家的经验, 实行变法, 使秦迅速强大。 秦强盛的过程, 伴随着东方文化蜥移的过程, 吕不韦通过组织编写吕氏春秋大规模引进东方文化。 但是, 秦境内两种文化并存, 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, 如东方宾客在文化上对秦的轻视傲慢, 秦对东方文化则是有着始终摆脱不掉的极度等。 第二, 汉武帝与秦始皇所作所为如出一辙, 结局却迥然不同, 汉武帝开创盛世, 背后的指导思想就是法先王。 汉武帝通过一系列措施, 改变了汉初遵守皇老之道, 无为而至的保守思想, 同时通过霸处百家, 独尊儒术, 设立五经博士, 将研究儒学和做官联系起来, 成功地实现了思想的统一。 第三, 汉代儒生主要通过谈论灾意和理智来影响政治。 汉儒喜欢谈论灾意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均失德, 如果灾意频繁, 那是上天严重警告, 天子应该退位让贤。 王莽能够上台, 并不是仅仅靠着王莽一个人所谓的虚伪奸诈和外戚的势力, 另一方面也与功德、 服命、善让之说的推动有关。 汉儒通过谈论理智, 来答谢上天, 安抚社会, 约束百姓。 儒生通过这些学说, 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 最后, 我们补充一点,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本秦汉史呢? 钱穆先生的文化史观, 确实为我们看待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,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观点, 低估了政治和经济因素, 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夸大了文化的作用, 尤其是学术思想的作用。 这与钱穆高度重视历史精神、 民族精神, 希望学术思想能领导政治的观点有关, 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, 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使命感。 这与钱先生所生活的时代, 处于民族威王时期, 也是有密切关系的。